我在做的事情是溜溜球還有街頭藝人 那我相信每個人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是不一樣存在 所以做自己就是無法取代 大家好我是楊元慶 今年32歲台南人 是一個溜溜球的街頭藝人表演者 溜溜球對我最大最大的動力就是 因為他會轉 我第一個看見的溜溜球招式就是地球自轉 然後就覺得哇這東西太神奇了吧 然後那個太神奇的感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忘記 24年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每次在設計表演的時候 我第一個動作都是地球自轉 因為我想要從那個招式出發 原來是我不能忘掉的梗 哇這顆是那個時候2015年在世界溜球大賽 地球自轉項目第一名使用的溜溜球 它是香港做的球叫BTH 有200克左右 所以他比一般溜球我大概重三倍 那按照物理學來講就是 質量越高 慣性就越大 所以相對了 越重溜溜球它能夠轉得比較久 可是當時比賽跟我拿同一顆 大概我這樣少過去有八九個人 我很緊張想說 哇這些人都拿跟我一樣的球 一定會 這個是廝殺到最後 的確第二名跟我拿同樣的球 但是他比我早一分鐘結束這個比賽 當時我就這樣轉了29分45秒 小考的100分考卷跟我爸爸換了這一顆溜溜球 其實這個溜球在當時超好的 我記得是賣到2台幣299 以當時24年前299的一個玩具 算很奢侈的一個選擇了 但當時我爸爸買了這顆溜球給我 很感謝他選了一顆好的溜溜球給我 不然24年後大家不會看到他在這裡 還蠻耐摔的 拿他十字缸珠 當時是羅百吉代言的啦 所以後來我有一次遇到羅百吉 我就請他在我的溜溜球上面簽名 這邊 羅百吉 2019 超開心的 我跟他說就是因為你代言溜溜球 我才玩溜溜球到現在 當時拿到新式世界紀錄的時候 我挑戰是用這顆溜溜球去抽桌金 我一分鐘抽了12張 拿到了金氏世界紀錄 然後跟我PK的是一個美國的大前輩 John Hickby 在比賽結束之後呢 他就送給我一顆溜溜球 他說是他的祖父傳給他的 這個溜溜球超老的 就是他是那種一體成型 那種旦型的溜溜球 美國做的 Duncan 快95年歷史的一個溜溜球的公司 我算是全世界最老溜溜球公司 然後每年的世界溜球日 就是這個Duncan老闆的生日 對6月6號 剛剛好是6月6號 不是因為 是6月6才溜溜球日 而是這個美國人 他本來生日就6月6號 對 還可以玩 很有紀念意義耶 這是我第一次用網購的方式 然後買的溜溜球 價值1320塊台幣 然後我就瞞著我的爸爸媽媽 存錢買了這顆溜溜球 然後這顆溜溜球也幫助我 練練練練 練到最後拿到台灣冠軍 就算是當時很好溜溜球了 因為他很吵 我只要每次在半夜玩的時候 我爸爸都會發現 然後他就會來阻止我玩溜溜球 他覺得就是你國中 就好要念書吧 幹嘛玩溜溜球 所以當時這顆溜溜球的聲音 讓我很苦惱 所以我就得躲在學校 有時候你在走廊玩 又太招咬 有些同學可能會來找麻煩 所以我就會跑到學校的資源回收場 當時美睫下課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這顆溜溜球 陪伴我就把它放口袋 然後就衝到 衝到那個資源回收場 然後練完之後 快上課 然後再衝回來這樣 老師都不知道 對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 這是參加馬來西亞的溜溜球比賽 他們送個溜溜球 其實當時那個比賽 影響我蠻多的 因為當時我開始當街頭藝人 也開始賺錢了 每個週末就是很固定 就是早上六點起床 然後七點去站位置 然後一點表演 晚上十點回家 每個週末都是這樣 做到最後我發現 我不快樂了 你知道嗎 你會開始在意別人 為什麼不投錢給你 跟你會在意為什麼觀眾會走掉 然後你就會覺得 欸我很棒啊 我每天都這麼努力 你應該要給我錢啊 那個時候2013年 然後去這個馬來西亞的溜溜球比賽 當評審 然後就在結束之後 我們要去after party的路上 經過一個 快30秒的一個紅綠燈吧 其實30秒也沒辦法做什麼 大家就聊天而已 可是我看到那些選手 那些主辦人 他們從背包 從腰間 拿出溜溜球 就開始玩 欸 那時候我發現 我身上竟然沒有溜溜球 我溜球竟然在 評審座旁邊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就驚覺 哇我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溜溜球是我 從小到大最好的夥伴 他不是賺錢的東西 所以從那之後 回到台灣 就也買了一個腰掛 把溜球掛在身上 用比較分享的態度 去觀眾分享我喜歡的溜溜球 反而那個熱情被觀眾看見了 觀眾就停下來了 相對的他們也會給我 他們想要支持我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當時 那個比賽對我來說 有非常非常大的啟發 很感謝他們 所以現在就即便 像台灣賽不比賽了 還是會去看 台灣溜球大賽 因為就是會從他們的眼神 找回 大家就是喜歡溜球那個出眾